工作的關係 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去量 但是大家都說真的 消瘦 有一些會有鼓勵的話 流淚盈眶 實在太忙了 工作的關係 我自己是沒有特別去量 但是大家都說真的 消瘦 我也覺得有一點平衡 可能差不多 因為我褲子很熟 體重機 立刻來量是不是 我本來差不多五十三 我不知道 我沒有量 很久沒爆 當然想啊 很久沒拍戲了 上一檔一家團員 其實很想拍戲 哪怕是去客串玩玩的 我都很想 就趁時讓我逃離做女工的生活 有一些會有鼓勵的話 都有都有 也會寫在訂單備注 其實看到的時候就熱淚盈眶 有一個女生 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就在訂單備注寫說 我不想讓大雅一個人 我用現金 我用新台幣下架她的上司 我一直想知道香港 官司那是你自己要過去 還是有一個示範 有律師處理 有律師處理 我去玩 未來如果真的要上法庭的話 應該會很可觀 因為香港律師費 其實比台灣還要更進人 自己付 自己付 如果可以的話盡量不要大關係 應該七位吧 那就看香港警方怎麼處理 對 對 這 這我不能說啊 對 因為香港那邊也是偵察不公開 心疼 一定會啊 自己的老婆 然後一個要重視 不可能一點感覺都沒有 他有鼓勵我多出去接觸人群 他有鼓勵我多出去接觸人群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把自己關在家裡 他就是朋友約 他不能這樣啊 或是他偷偷跟朋友約 然後說誰約的這樣 剛好那一陣子很多新戲發佈 然後就看到很多朋友就去拍戲啊 然後 開進記者會 然後就也很替朋友開戲 然後就很替朋友開戲 那好其實因為是一家團人殺青 所以本來就打算休息一下下 然後就開始往後去談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可能本來有意要找我來談 可能就也嚇到了吧 你看現在製作的資金其實 台灣來說戲劇的部分其實還是 算少搭 那這樣對其實對資方來說其實是很尷尬 因為我花了這麼多錢投資一部戲 結果找你來演然後大家都轉移交給 所以我其實也很想 但如果真的有人來找我自己也很害怕 會對不管是製作方或者是金屬很難交代 但我心裡是很想要繼續累積作品啊 對一個演員來說累積作品是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 從來沒有 對的事情做就對了 不需要猶豫 也不用浪費時間後悔 壓力一定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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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 對 可能我身邊的朋友也很清楚我的個性吧 就是我不是會胡說八道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也覺得 我說這件事情我只是很擔心 可能會拖累到 你知道說會扯很多事情進來 這是我最不想要的